各位 今天我想講一些比較敏感的題目 我們知道現在有一個47人被控的大案 這是新的法例實施之後的新形勢之下的新常態 我在一些訪問中也表達過我的評論和意見 但我現在看到一件事 無法否認 在2019年的反修例事件之後 引起了很多香港普通市民對政治的參與 我們知道有100萬人200萬人的完全和平 甚至是拿到不反退通知書的遊行 去到818的流水式事件 我想 如果你客觀用航拍 看回818當日 我講2019年818當日是下大雨那天 整個港島區都是人 即是市民 他們本來想走去維園的 維園就批了一個和平集會 但是就因為迫爆了 於是就湧上街頭 我們知道其實 那個客觀的事實就是 香港市民都有一個很大的參與的熱誠 在這些政治的事件裡面 就住這個勢 就在2019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 出現了一個從未見過的踴躍 以及 令到那些反建制的參選代表 得到超過八成的選票 而是壓倒性的贏了 於是跟著就有一些醞釀 就是怎樣去更進一步 在去年11月的 這個 立法會選舉裡面 在下一城 在整個2020年 就是2019年尾 去到2020年頭 香港出現了很多軍師 其中一個軍師 就是現在在台灣的國際關係學者 我純粹從一個你當我是福爾摩斯上身的分析 這個國際關係學者 就是很輕鬆地遊走在泛民 都是溫和的泛民 以及建制之間 甚至曾經積極地宣傳過大灣區 以及在沒多久之前 在這些社會運動之後 他將自己染黃之後 這位學者 就是之前 這位學者 他就在香港有一間賣燒肉 賣出名的公司要搞上市的時候 還寫一些軟性的宣傳文章 所以其實你說他 男都未必是 他就似乎是一個很商業運作的人 其實他的可信程度是非常之低的 突然間他就充滿激情 我想在2019年 尤其是2019年的年尾 看到當時的區議會選舉的勝利 然後我們知道2020年就爆發了全球疫症 這個全球疫症 其實對香港的影響 相對地大家用一個客觀科去看 是小的 到現在香港死了202人 我想 跟沙士是沒有得比較的 雖然 經香港 就是那些帶著病毒的人 經香港去全世界各地不知道有多少 但是在香港裡面感染 然後不幸喪生的人 那個人數真的有限 非常非常之有限 是連跟沙士都沒有得比較 是吧 那 就長話短說 2020年爆發了這個全球疫症之後 就表面上我們看到是因為這個疫症的原因 就很多事情都叫停了 包括去年11月的 立法會選舉 如果我們要問一句 其實兩者究竟是不是科學上的關聯 那都難怪我們會有些疑問 在這個混亂的過程裡面 這位國際關係學者 就再進一步 是離開了香港 又再換一次跑道 那我就想說 這個所謂35家的軍師 整套的策略 如果其中一個設計的人 就是現在在台灣的學者 是這麼出心出來的做的話 我認為這個就是我們香港人的一個教訓 我認為這個學者 他離開香港不是因為他有被捕的危險 而是他不離開香港 他很難脫身 他的真正面目就會比較上 是無法去隱藏 現在他人不在香港的時候 他可以繼續將自己打扮成心王 但是這個人所說的東西 所提供的意見 無論你是什麼政治立場 你都要很小心謹慎 這樣去 去分析他所說的東西 他可能叫你走左邊 分分鐘你是要走右邊的 這個就是我想我後知後覺 但是我現在就覺得 就是有一種的 都是一種突然間醒了 或者紮醒了 然後發覺 咦 這個世界真是沒那麼簡單 是不是 我們真是不可以看到 表面的東西 就當裏面都是這樣 是不是 簡單的說 他去台灣不是怕被人抓 他去台灣是一個 完全脫身的 唯一的途徑來的 全世界人都被抓了 都不會抓這個人 我可以告訴你 現在事後恐明的作用不大 我只是想說 我從法律上也分析過 這個法例 我們就當作煞有介事 去評論 現在在傳媒所討論的東西 就是說 當你有35加 意思就是過半數 過半數的時候 你那個立法會就可以 透過這個過半數 就否決 這個政府的 特區政府的財政預算案 那個故事是這麼說的 否決兩次 那就可以 就令到政府要更換 這個可能是最大的罪名 但是我 忠肯說一句 如果能夠做到35加 都是一個公平公開的選舉 即是 這一幫人 捆綁同一個意志去投票的話 他們背後 就得到香港的選票 其實 他們想做的事 如果 你說的公道說話 可能他們想間接地 民選 或者普選的特首 這個就是他們想做的事 是不是 這個就是現在 這一幫是最和理非 最溫和 或者最擁護 中央政府的一些民主派的陣營 他們都想不到今天 他們會 在一個這樣的地方 而我想在一個五夜夢迴的時候 他們可能要想一下 當天那個國際關係的學者 為什麼突然間 就是這個 out of character 轉勝 去成為他們民主的軍師 其實這件事情 都是 一個很大的問號 這個就是我 得到的一個 這樣的感覺 我就不再詳細說下去了 另外呢 我就想其實說一下這個國際的局勢 這個國際的局勢 我們知道三八婦女節 這個國際婦女節 就是很多不同的 政治 立場的人 都會同時去慶祝 原來不說不知道 遠在2007年 當時還是小布殊做總統的時候 美國就設立了一個勇氣婦女長 就頒給很多不同的 在逆境之下 爭取婦女的自由 我們不可以叫做解放 或者 婦女的權益 裡面 是吵了很多事情的女性 國際上這些 在運動中 不屈不咬的女性 就頒一些獎項 每年頒一個這樣的獎項給她 就不止一個 就是 有一堆這些 結出婦女 每年都是得到這個勇氣獎的 在三月八日 今年這個拜登政權 我就叫做拜登政權 我連拜登政府也不想叫 這個拜登政權的國務卿 國務院應該說 女性的律師叫做黃宇 不是獨臂刀的黃宇 這個是宇宙的那個宇 話說這位黃宇律師 就在709第二步的時候 他也有幫那些民主人士 代表他們 所以 他 他都在政治 或者法律的生命裡面 都很崎嶇的 聽說 原來 他有一位公子 當時十嵩的歲 多次 想 離開中國 去外國 讀書 那他那位公子 就可能 就是 未得到政府的批准 就在緬甸 就被扣留 送回中國 這是第一次 第二次 就在這個 去日本 亦都在機場那裏 被 那位小朋友 被 被 捉住 就 將他 送回中國 就是不准他離境 第一次想去 在京緬甸出境 就不成功 第二次想去日本 又不成功 然後 黃宇 就曾經被 這個 監視居留 也都消失了那段日子 後來 就是 透過香港一些媒體 就是 拍了一段 影片 或者 大陸叫做視頻 黃宇 就是懺悔和認罪的 我們知道發生過很多這樣的事 然後 然後 最後的消息 最後的消息 他公子成功 離開了中國 去了澳洲讀書 在兩年前已經去了澳洲讀書 現在 美國 美國 就頒了一個 這樣的勇氣 獎 給黃宇 女士 然後 在頒獎的前後 這個黃宇 女士 就 消失了在公眾眼前 但是我覺得 他應該是平安的 我們現在看 美國政府和 北京的互動 現在的美國政府 就跟緊一個框框 跟緊一些 別人預先畫了的紅線 就是在那些紅線裡面活動的 是不是 而他就給了很多橄欖枝和和平的信號 我講兩樣東西跟大家分析 伊朗這個 對美國充滿仇恨的 極端的 伊斯蘭共和國 他們 有明確的 不可抵賴的證據 他們所控制著的恐怖組織 是手上有鮮血 殺害過美國的軍隊和平民 但是奧巴馬仍然要跟他們談判 甚至大量的現金去資助他們 甚至是鼓勵他們影響 美國本來用軍事力量佔領的伊拉克 令到為他人作嫁 伊拉克 美國在沒有大殺傷力武器的 完全不符合事實的指責下 罕言揮兵進去 推翻了侯蔡恩的政權 但是這麼辛苦做了 讓國際社會譴責的 當時是小布殊 2003年 最後 弄了一個 自己控制的地方 拱手商量給美國的敵人伊朗 然後到了奧巴馬年代 伊朗就在美國手上得到大量的金錢利益 唯一的改變就是 川普總統在位那四年裡面 伊朗 重新 去到一個應該要的位置 被美國敵視和圍堵 但是川普非常聰明 他不會派軍隊去打一些常規戰 而是冤有頭債有主 蘇里曼尼那些恐怖分子的頭頭 是伊朗的第二號人物 他就用外科手術把他處決 而處決了超過一年 伊朗就 不敢出聲 只是很軟弱的 做一些姿態上的反擊 所以我們看到 國際外交 其實就是 我曾經說過 這個教父外交 個個都欺善怕惡 你惡一些 他就會縮 所以 川普的時代 是唯一可以禁止伊朗 現在 布林肯又說要跟伊朗談判 人家不理你 你就去求別人談判 是不是 所以呢 他口裡面就說美國的外交要在一個強勢裡開始 實際上 向全球示弱 向那些傳統的美國敵人示弱 這個是布林肯和 拜登政權的特色 但是俄羅斯就沒有搞他的 但是俄羅斯就有個異見人士 那個 尼爾范尼 就被普京拘捕了 是 就是拘捕了 這個美國 他給了一個訊號 就說 伊朗那些 每次跟美國為敵的 我也要跟他談判 那些 不應該跟他那麼強硬的 根本 不是一個強國 不可以叫做強國的普京所控制俄羅斯 就因為一個人被抓就要制裁 另外 你口裡面說 你可以冤枉他的 因為其實外長已經說你冤枉他的 他 你就說他反人類罪 說他種族滅絕 但是同一個時間 又說要跟他合作 又說要跟他競爭 所以你出了這些信號之後 就是說你畫了 別人畫了一些紅線 設了一個框框 拜登政權就在裡面活動了 然後給一個很明確的訊息 對家 就說 其實 我不會搞你的 不過我在CNN那裡就跟 美國的傻子說 他說 不過我身為美國總統自由世界領袖 我怎麼都要說說話 說完就算了 明白嗎 所以我現在用四個字去形容 拜登政權 就是 香港的 年輕一代很喜歡罵的那些老泛民 就是行禮如意 就是做一個樣子出來 明白嗎 你頒獎給一個 黃雨女士就趁對這個三八婦女節 那麼他又不可以出來拿的 實質上又改變不了那個大局的 反而呢 你同時呢 就可以 譬如說 原本那些 什麼文化交流啊 那些 在美國上市的金融機構啊 或者很多真正的制裁呢 逐漸就鬆綁 然後呢 就是善待伊朗 伸出橄欖枝 還有強硬踩著普京 就把這些訊號給了對家知道 那麼大家 就有了默契了 所以這個美國政府呢 其實都是回到那條老路 剛剛看的資料呢 就是 在說這個 尋找現代中國的學者 史賓斯 就是Jonathan D. Spence 就在90年 出了一本書叫做 就是尋找現代中國 In Search of Modern China 裏面就提到 在717頁就提到 當時 就是布殊剛剛上任的時候呢 那個美國參謀聯席會議的主席 就是 鮑威爾 就去了北京訪問 還有呢 就是 加強跟兩個大國之間的合作 還有呢 他帶頭呢 就賣一些先進的武器給中國 但是賣了沒多久呢 這個蘇聯都瓦解了 蘇聯瓦解了之後呢 那個蜜月期繼續進行 那麼去到這個 2000年之後呢 鮑威爾就做了這個美國國務卿 那麼我又看回一些資料 鮑威爾呢 就在 國務卿在位的 就是在任國務卿的時候呢 發表一些演說 就說他一直以來呢 都是支持一個 強大 富有 和和平的中國的崛起 這件事呢 是令到美國 覺得很開心 還有大家要加強合作 我現在我看到呢 就原來 從老布殊 克林頓 小布殊 去到奧巴馬呢 雖然 梅花間足 一個是共和黨 一個是民主黨 但是其實他的政策呢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現在你看到他們 老的布殊死了 不要說了 但是你看到這幫人呢 真是老有鬼鬼的 所以我就說 這個是那個現實的情況 如果大家看好 或者想看那個金融市場的未來呢 我認為就不可以看得太淡了 美國本身因為拜登的倒行逆施呢 那些 通貨膨脹 失業 和種種的 經濟和 社會的問題 會很尖銳 所以美國的國力會衰退 但是如果美國在國際上 和其他新興市場 例如大中華區 很多的方方面面 可能呢 其實就有一個 趨勢呢 是想炒一個大牛市的 這個呢 就是有心人要做的事情 將來呢 是合作多個對抗的 但是這個合作對美國 的普通老百姓 究竟 是利還是弊呢 那我就覺得呢 可能 應該有些 不同的看法 說到這裡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